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大家好,我是Alan,来自Alan Apple Home 今天我讲与你们分享购买新组屋BTO和转售组屋的几个重要因素 有9个因素在你购买新组屋BTO之前必须知道的是 第一个因素,你们的总收入不给超过12000 一旦超过12000就没有资格申请新组屋BTO的 所以你必须确保和你的另一半的总收入不可以超过12000 第二点,任何一方都不能在新加坡或国外拥有私宅 如果你们的名字在你们的父母亲或朋友的产业下 你们也无法申请新组屋BTO的 第三点,你们必须确保已收出的私宅已经超过30个月才能申请新组屋BTO 你们可以在以下的链接下载我所提供给你们的9个重点 好让你们更清楚购买新组屋BTO的资格 如果你买转售组屋,你可以向建务局贷款或者向银行贷款 如果向建务局贷款的话,你们的总收入也不给超过12000 如果向银行贷款的话,就没有这个限制 想知道更多银行贷款的讯息 你可以点击以下我们第5G的链接以获得更多详情 你们必须知道,购买转售组屋也有5年MOP的限制 我将会提供给你们购买转售组屋的6个重点 你们可以在以下链接下载 如果有任何疑问,欢迎在以下留言 最后记得按like和分享这个影片 我们下集见